也是要把那顆植物摘掉 然後補另外跟它一樣的植物進去 那我們為了不要做這樣子的動作 所以我們會刻意去將它的圖形 去一直維持 那像你現在看到我們那個聖爵 它聖爵像現在我們就長得比較長 那我是因為它長長 有點像頭髮的那種感覺 很順 所以我就比較不會去修剪它 那除非等到它長到一個程度 會蓋到下面的植物 就是燈光打下來的時候會蓋到下面的植物 開始有遮到陰的時候 我才會開始把它剪掉 我們是做這樣子的處理方式 因為布朗恩科告訴我們 我們可以盡量不要修剪 就盡量不要修剪 可是因為我們是國家級的 那這種東西你如果不修剪會很奇怪 就是變成就是說可能就是 譬如說就像現在你看到這個樣子 它已經很長了 可是它蓋到下面 如果它蓋到下面這邊的植物 那我們必須一定要強制去修剪它這一塊 那當我們它就是當這個植物 如果它今天它並沒有蓋到下面 我們就不會去修剪它 那當我們修剪的時候一定是逼不得已 除非是一定要 我們才會去做這樣子的動作 就是它一旦有陰影蓋到它 沒辦法吃光的時候才會去 對 我們除非是它蓋到 然後而且是非常的嚴重 就是下面的植物已經開始有覺得不對勁的時候 就是我們看上去可能這一片植物 突然間瞬間黃掉 可能過個兩三天 我們修剪完之後過個兩三天 瞬間整片黃掉 我們就會把上面這些稍微修一下 讓它那個角度開始有光可以透進來 讓它這一片開始有光 那我們會稍微看一下 我們會看一下葉面跟葉背 看有沒有蟲 因為有的時候是因為蟲在作稅 那我們會先看一下葉面跟葉背 那確定好它沒有蟲 或是整個植物我們會重複看 我們會就像整片這樣子重複看 看完之後確定它沒有問題 我們才會離開 不然就是我們如果看到它有蟲 我們就會直接當下 會在每個禮拜的禮拜二跟禮拜五 固定的修剪時間的時候 我們就會開始整面講消毒 嗯 那消毒是 他做消毒一塊 也是會變成的 他做消毒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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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混合過的消毒水 現在這個師傅 他在進行這個 濾牆消毒的這個工作 師傅這個要整桶都用完嗎 基本上是 我做每一次消毒就是要用這麼多的份量就對了 嗯 一般來講是沒有 我們會基本上 這一桶大概可以用兩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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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